《作词》 其實我覺得那段時間 都是很累的 每個月你都覺得是一個不幸 為了懷孕 CINDY用了很長時間做準備 亦試了很多的方法 原來要懷孕 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我個人比較喜歡 如果遇到困難時 我面對這個生育 我也是用這樣的思維去思考 大家有經歷的人會跟我說 總之你計算時間就可以了 但是計算時間 試了幾個月 都不行 然後你就發現原來不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不可以 然後就開始請別人去看中醫 其實已經看了八個月 整件事都用了差不多兩年時間 都不行 今年的面前有很多人經常問 你們想著什麼時候有寶寶 其實大家都是出於好意的 但你自己心裡就知道 你以為我不想嗎 我每天都很努力地試 但是不行 最後是 我很幸運的一個朋友 他自己是做IVF的 既然這個是一個時間精彩的遊戲 我當然是用最快捷的方法 做了先 如果這個也不行 我才慢慢試其他東西 我當時是這樣的想法 超級是媽媽真的很不容易做 其實爸爸也是很不容易做的 不過 可能 每天都要照顧小朋友 每一個階段都是一個挑戰 但我記得 如果要我 最難忘的 可能就是 我在醫院 剛剛回家的時候 因為在醫院的時候 其實那些姑娘 會什麼都幫你 搞好 但是 到你回家 第一天就是 你真的要面對整件事 要你自己處理 我覺得餵奶是其中一個很難的事情 我發現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壓力會令你無賴 我陪孕醫說得很適合 是說你不用那麼大壓力 總之你多睡覺 我們偶爾會按摩一下 恐怖 然後 一會兒就已經開始 那些奶流通了很多 然後 已經有奶流流 一起變回正常 我們一向都是那些 有聊有說 那種 夫婦 都很尊重大家的意見 其實我老公很好 他會幫我看一本書 他會看完一本書 然後告訴我 那本書說 那個療程程度應該是怎樣 那我就會跟著他 所以 所以我們都很OK 沒有說 有什麼磨擦 關於 臭寶寶 大家在社交媒體上面 經常看到她和妹妹JW的相處一常 不知道Cindy 又想不想生多個小朋友呢 我的想法就是 因為我和我妹妹都很接近 我真的不能想像我的生活 沒有我妹妹 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爸爸媽媽 開始怒了 他們會有些事 就算不嚴重的事 就算只是說生日 我們怎樣和她慶祝 去哪裡慶祝 原來有一個人可以和她一起商量 一起想 尤其是我生嬰兒這段時間 她也幫了我很多忙 我覺得有一個兄弟姊妹 在這個生活中 是真是 the best gift you can give your children 所以我都希望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有兩個 希望你要不要 善我 再見 誰 無論怎麼說